以共有地的議題為主 不過換一個方式 因為其實共有地的資料在上網 包含台北政府跟民間 其實是著墨在視覺化的部分 就是共有地我們有了清單的資料之後 地號要怎麼樣呈現在地圖上面 那我是希望藉由今天這個分享 就來談一下說 有了地號地塊的位置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主題性的活動去想說 這樣的限制空間可以做什麼樣的活用 那這一次的活動比較特別的是 我是跟那個特加社區大學 他是在台北市的中正區的一個 那是成人教育的機構 他們就辦了一個活動 希望成人教育的這個學生們 或是學員們一起來走讀這個地方一些 舊的水路 那這個水路裡面其實蠻多沿線上 就是所謂的公有空地 或是比較機靈的一些小的空地 那大致上就這一頓是小杯子 只不過我最年輕 然後就是可能就帶大家一起去 學習一些事情 然後去真的去走這個舊的水路 那我們其實開始就是從歷史的資料 看到以前有一些舊的水路 流過這個公園 然後流過一些巷弄的街道 那特別有幾個 現在還看得到的一些十字路口巷弄呢 它現在就影響了現在的整個道路的文理 所以我們有一些室內的了解跟踏查之後 就沿著這個路徑去走 那這大概都是一些過程的照片 當然走的部分同時就會去發現到 這一塊的空地或這個小角落 可能還有一棵大樹 或是比較特別的東西 希望可以記錄下來 就可以把它記下來 這我先跳過 所以我們後來把這樣的踏查資料 把它放到一個比較簡易的 Google My Map上面 所以現在看到畫面上就是 就是我們當天主要是沿著這一條 比較主要的水路沿這種 然後路徑上面可能就會有一些 路過一個學校 或路過一個大樹 我們就可以去做個比對 那這大概是當天的事情 那所以這個我們就另外疊了一些 比較是舊水文的土資 以及就是當代的海水分區 現在都是已經 其實那個所謂的水路都是下水道啊 管線甚至堤防的 然後還可以去疊的是 就是像淹水浅室的資料 就可能在這個路徑上 有一些小的角落 官方就認定說 它可能比較高的淹水浅室的地方 還有一些文化資產 所以其實把文化資產打開來 就可以發現到說 在這個海水分區裡面的文化資產 就是在這個水路的北側 它在南側都沒有所謂的 什麼歷史啊建築物質就很少 就只有一個 就是基礎灣的文學紀念館 總之就是這樣可以去看一些 比較有趣的發現 那當然它下一個階段 就可以去談一些事情 例如說 我們把舊水浸的土資疊上去 然後把公有通地 特別是天龍特通地 那一萬四千里把它疊 上去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有一些舊水路旁邊 是有所謂的公有空地 那這個空地 當然可以做一些紀念性質 或象徵性質的改變 就是它不是單純一個小個空地把它打開 而是可以去找到一些 舊水浸 或者是水文化的意象把它做復原 那也有一些比較實質的 像剛才提到 如果是有淹水潛似的地方 那正好它旁邊就有一些公有空地 就是緊鄰著 或是重疊著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像是 比較實用性質 可以收集一些雨水 然後讓雨水可以 不要變成積水的狀況 所以大致上就是 透過一個水路的企劃調查 把這個沿線上的一些公有空地 給它一些定位 那這個當然定位 就是希望說 日後的改造 或日後大家在討論 公有空地方向的時候 變成是比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至少有一個方向 讓大家去發想 但也不必然說 都是 一定都要做水相關 所以 在都市裡面的液體 可能還有別的 所以就透過資料 透過 一萬四千筆的空地資料 然後去找到一些方向 這樣子 謝謝